郡主的背影永远都是那么美丽啊 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霍建华可以说是很多女人心中的男神 他在我们的心中应该是温文尔雅的暖男 可你见过超级搞笑的霍建华吗 我们的男主二旦是一个励志当家的屌丝 他最近写了一部关于唐朝侠客史的传奇小说 可他写的东西压根让人看不懂 就连出版社的老板都不愿意给他出版 郁闷的二旦来到公园发泄心中的不满 不料遭到几个混混抢劫 谁知几人在他身上摸半天就摸出了两块钱 小偷们秉持着职业道德 打起了二旦身上宇佩的主意 只见几人你争我抢 宇佩被抛向空中 伴随着一道绿光嗖的一声 他来到了唐朝 二旦在这里遇见了传说中的李白 机缘巧合之下 就了小说里的唐朝侠客《识可进》 还成功勾搭上了《识可进》的妹妹林芝 史家大哥应极度《识可进》的高大帅气 派出杀手杨敖来行刺《识可进》 为躲避追杀 二旦掏出了玉佩 就把史家兄妹带回了现代 没想到杨敖也有一块一样的玉佩 也跟着穿到了现代 孤身一人来到现代的杨敖 人生地不熟的 由于肚子饿了 被一个挂着烤鸭的电吸引 结果被玻璃撞到了门 摸索着找到了大门 进去大吃一顿 结账的时候 他用银两结账 可把收银员整得一脸懵逼 在收银员的指引下 他来到了旁边的取款机取钱 于是就有了这样经典的片段 最后有人报警 将他抓进了精神病院 另一边的史家兄妹 第一次来到现代 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好奇 二旦把两人带回了家 给他们讲了现代人的生活 带着兄妹二人换了造型 买了衣服 在回家的路上 看到一只小狗 要被火车撞了 林芝单手推火车 差点把司机下的魂肥魄散 这样牛逼的画面 把周围的人都惊呆了 就这样 此时在网络上开始疯传 兄妹俩一不留神 成了网红 此时在精神病的杨敖 在电视上看到了两人 激动的一拳把电视打坏了 医院的人以为他疯了 就给他打了镇定计 这时二旦的前女友 安琪出现了 提出带二人进入娱乐圈 很快两人成了大明星 之后 安琪故意让石可敬 看很多唐朝的历史 回家后告诉林芝和二旦 大哥准备杀父亲 自立为王 二旦知道 是自己穿越改变了历史 就带着兄妹两人回到了古代 正好赶上大哥威胁父亲转位 石可敬趁其不备 一键杀了自己的大哥 话说 这二旦在现代写古装剧 得不到重视 与世改的风格 在古代写起了现代生活 连李白都看得津津有味 销量不用提 那是苍苍的网上涨啊 就这样 二旦终于有了 迎娶公主的资格 他在不伦不类的 古装现代婚礼上 和林芝洗节联礼 结婚后的小两口决定 回现代发展 再一次坐公交车的时候 突然公交车不动了 接到甚至整个城市的 大楼都消失了 两人回到家翻看历史 发现历史被改变 石可敬自立为王 杀了父亲害得天下生灵土炭 为了弥补阔错 两人决定回到唐朝 可这时 玉佩突然碎了 正当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杨敖出现了 他告诉二旦 大哥早就看出石可敬是个坏人 所以才买凶杀人 在给大哥洗白后 杨敖用自己的玉佩 带着两人回到了唐朝 刚回到唐朝 二旦就被抓住了 原来这一切的计划 还有安齐 此时正在和石可敬 谋划着征服全世界 原来石可敬通过二旦 告诉他的土豆发电知识 打造出了一支精锐部队 一番打斗后 灵芝出现救了二旦 二旦给穿着钢铁侠衣服的石可敬 一记 镇定计 成功打败了石可敬 两人随后一起回到现代 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故事的最后 一个未来的自己找到了二旦 让他去未来解救自己 似乎未来的故事还会继续 该片融入了大量的无厘头元素 并以想象力超丰富的剧情 爆笑大胆的桥段 和演员精彩的表演 赢得了线上线下的良好口碑 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哦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